男人逃一位离谱的中巴驾驶不但酒驾上路 而且为了买早餐临庭却忘记拉手刹车 导致中巴一路倒退路还撞进下坡的超商 强大的撞击力道瞬间物品四散 而且不偏不倚的从超商的大门撞了进去 当时车上有两名乘客 超商内也有店员跟顾客 大家都饱受惊吓 我做是几年的第一支预料 顾客才刚刚进门 白色中巴突然倒退路 还不偏不倚撞进超商大门 瞬间玻璃四散 影音机热食区瞬间位移 店员下破胆 再看一次这惊险瞬间 中巴一路倒退路 直到撞到收银台才停了下来 闯祸的就是他 拼命追车的中巴驾驶 为了买早餐却忘了拉手刹车 结果害得中巴倒退路 他追车追到跌倒 中巴撞进超商 车上三名乘客更是饱受惊吓 事故地点就在南投埔里 中巴从超商大门撞了进去 车体大小还刚好卡在大门 两名顾客跟店员也一度受困 中巴驾驶为了买早餐而酿货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 驾驶酒侧近高达0.6 因下车买早餐 疏忽未拉手刹车 车辆往后滑 车尾撞到超商玻璃门 由于是逢氏族赛热潮 这回巴士倒退路 还不偏不倚从大门撞了进去 目击民众忍不住直呼 犹如精准射门 所幸车上三名乘客 店员及顾客都没有伤亡 柜台保护住了店员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曾如辰南投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